哈嘍大家好 我是阿斯熊王的頻道 請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結果追蹤IG FB還有Twitch 在今天2021年2月23號晚上6點21分51秒 在巴哈姆特GNN新聞 PO了一篇文章 天地捷是出日本知名 齒巴引渡家佐藤康夫打造主題曲 唯一幽城最初感動 那這個標題不是 我要跟各位觀眾朋友講的最重要的消息 最重要的消息是什麼 是這一句話 遊戲終始娛樂有限公司 經宣布 預定於今年 各位聽好了 今年 推出的天地捷手遊 手機遊戲版 除了在劇情設定 與世界觀延續天地捷上部曲的架構外 在音樂上則邀請日本齒巴 野作家佐藤康夫 承襲天地捷幽城 幻劍路 援曲幽城動人心弦的旋律 重新打造遊戲主題曲 貫注全新生命 那 有看大師玩錄測的話 應該都已經有聽過這首歌了 那這邊文章 我會把連結 放到那個底下資訊欄 那底下有影片 有動畫影片跟音樂 那大家再去那個 官方的Youtuber連結去聽 好 OK 那 今年會出啦 那 台版 呃 路版的話是 今年的3月11號公測 那今年 會什麼時候出台版呢 誒 不知道 那 我自己是估 5月或6月啊 我自己估 我自己估是5、6月 就看到時候會不會真的有 那 我自己估5、6月是封測 台灣的封測 那 他既然都已經全部是經理會推出的話 那就是 大家 敬請期待一下 雖然說 12月31號上市也是今年推出啦 呵呵 OK 那 老規矩就是 呃 放上一個CG的桌面圖吧 也不是作面圖啊 這是一個CG圖 冰璃 黃斧森 跟夏侯儀 OK 然後以下是原廠的資料原文 悠揚 月笙 貫通 古今 黃沙 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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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藤康夫老師所作的火影忍者主律曲 拿路透 麵森 是嗎 是這樣念嗎 一定立刻有了聯想 每當主角 名人出現時都伴隨著幽長綿 綿眼的齒巴脆弱聲 大招 我 大招是哪一首嗎 大家大概去Google一下 帶出典牙又熱血氣氛 此月其實從東土大唐時起流傳至東銀扶桑 經過千年流傳 到了近代 才又被人家注意 齒巴除了歷史淵遠的靈念外 在製作方面也相當的複雜 十萬根竹子中 可能只有幾根竹材才能夠 符合齊齊製作的條件 在月期的製作上可為萬里挑一 催促上更是需要長時間的歷練 方可習得的記憶 傳遞出優雅且獨具一格的音色 更能打動人心 還有齒巴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齒巴要配風鈴聲啊 不是配玉齒梁比較好嗎 OK好 因為玉齒梁啊 他會一直吹齒巴的演奏 那個一首曲子啊 所以可能才 因為這個原因才特別 請來這個 佐藤康夫老師 製作這個音樂 烈日高照 漫漫還沙 隨風吹過西域的荒漠 一聲齒巴的 咒樂忽然的響起 金髮並也擁有鐵手的籃子 緩步從荒野曼草走出 這次曾經遊玩過 幽城幻劍路的玩家 至今依然 歷歷在目的經典開展畫面 而本次天天節手遊主題曲 透過佐藤康夫老師的 重新演繹 希望在帶給大家 玩家回憶的感動之餘 更能夠沉浸體驗廣闊的世界 與震撼力 那 這邊有那個影片的做 的視聽 那再去 點底下連結 然後再去 自己去聽一下 我們這邊都不放了 好 佐藤康夫老師在製作主題曲的過程中 這次天地節主題曲的錄製 是以連線的方式製作團隊一起合作 我們對樂曲的要求非常高 在作曲過程中 經常會遇到一些問題要解決 雖然雙方使用的語言不同 但不影響最後攜手創作出很棒的作品 同時我也看了天地節的 劇情故事 真的是十分出色的故事 對此次的主題曲 我本人也覺得是很棒的曲子 接下來如果有機會 希望可以在自己的演奏會上 表演這首曲子 也希望可以透過此八這種樂器 跟所有玩家拉近距離 請大家多多指教 謝謝大家 拍開手 我們就是感謝這個 佐藤康虎老師的 製作這麼好聽的音樂 給我們所有的 天天節的玩家 以所有的遊戲來說 特別邀請 製作主題曲是 非常花錢的事情 經典故事延續全新的感動 天天節的所有劇情發生在 幽神畫進入故事結束後百年 由於當年 夏侯儀打開了幽冥兩界通道 以致幽影之力 與人間化作石怪出現 石會侵蝕世界而形成石災 少量的羅侯族人 也藉機潛伏在人間 勢機而動 尋求復活復神 羅侯的方法 這句話有點 有點讓我 接不上單機遊戲的劇情 因為單機遊戲的劇情是 幽神幻星會結束之後 夏侯儀跟兵妮等人 擊敗了羅侯 然後他的肉體 被 夏侯儀跟兵妮 連手打 就是破壞了 然後所以當時 要從幽神返回冥界 那個時候是兵妮犧牲自己的肉體 讓羅侯 衣附在兵妮的肉體上 然後才有能力 才有力量送 夏侯儀等人回去 那 所以這邊寫復活 復神是 手遊當中的羅侯已經 怎麼了嗎 您這邊沒有講得很清楚 因為他這邊寫復活復神 OK 可能復活有很多種 很多種意思 好 再來 雪山皇道大雪 紛飛的 石潤宮 自千年前 便一直守護人間 老實說啦 有顏固忧成 的人 都很討厭石潤宮吧 我也不例外 透過觀測石潤移軌 避免幽界入侵 而石潤宮的知巧是 阿良 在一次意外中取得石潤之力 能夠呼喚過去英靈 協同作戰 為了玩家 將與阿良以及各式各樣的夥伴 和英靈 一同探索幽冥兩界的未來 也可以藉由本作 更加了解天地 劫上幕曲的前因後果 熟悉的世界觀 跌宕且扣人心弦的故事 相信無論曾經玩過 或是其他加入的玩家 都能在天地劫中 感受到次世代江湖世界的感動 OK 哦 到 到這邊而已哦 好 那一樣就是有戲劇圖給他看 那 如果是新觀眾朋友的話 就是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是所有的主角 叫玉池良 那這一位呢 是陸招一 然後大家看到他的 雙眼金桶有沒有 大家知道 他大概是什麼身份的吧 然後這個角色是魚姬 這也是新創的角色 這四個都是手遊的新創角色 然後這是黎幽 那黎幽的身份 他的身份到現在 目前陸版往到現在 我還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到底是什麼 他跟 其他人有沒有 前幾代的 單機遊戲裡面的角色有沒有關聯的 目前還未知 有確定了嗎 我確實是沒有了 那 他是從羅侯 出生的 那 他從小被幽皇先生 領養 欸不是領養 這幽皇先生很帶打的 OK那 大影片 就是 好 那 我這邊在 放連結給大家看 然後大家再去聽這首歌 好了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一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結果追蹤IG 而別還有追 感謝各位 今天的收看